上次教大家爆真泡 我當然不會那麼刊貨 今次就跟大家爆玻璃杯 示範的當然會是我 我會請了我的朋友 朋友 我們今集的朋友 Kenneth Mill 今集是想來爆奶 不过是这杯维他奶 这杯是麦蒸维他奶 好 先去影片 现在就开始示范爆奶 好 先准备目标 好 大家准备了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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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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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的泡奶 大家就看完了 我就会轻轻分享这个 声控快门的原理 这是鸭苗间买到的声控器 我已经刊接了 亦都拆了 今次我们会用Canon 450D拍摄 加上长焦距的镜头 为何我们会用到长焦距的镜头呢 因为怕玻璃水或水会剪拾我们的相机 还会用到两支闪灯 还有FOTEX的隐线 首先当然要先开机 接着我这里要调整M模式 今次的设定就是二千分之一秒的快门 九光圈 ISO100 闪灯法平衡 以及手动对焦 这个就是今次的设定 大家猜猜这个是什么 我想很多师兄都会知道这个是什么 但是呢 我就不会讲解了 看下一次的示范 会有什么搞错 拜拜 朋友今天好玩吗 可以啊 平时应该不会做这些 就算是打游戏 也不会爆玻璃 爆奶 今天也很成功 是的 希望大家可以欣赏到这集的精髓